他讲其实这个解脱道主要是针对僧文讲的 为什么不是菩萨跟毕之佛在解释这个道理 他说如果说佛说三圣 那当前的菩萨行者只有迷了一个人 所以没有办法讲三圣 只有一个人而已 只讲给他一个人听吗 当然不是 六波罗密或是十波罗密 那是古德 古德底下有个括号 先鬼犯师 先就是过去的 过去的大德 鬼犯就是经部大众部 这一些大德说的传来的本身坛 本身本就是过去 就是佛陀的过去圣 那么这一些 所以波罗密都是从本身坛里面 佛陀过去生做什么 做小鸟 那么做九色鹿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他代表着这些德恨精神 然后收集起来 所以就知道成佛需要具备这一些 看佛陀过去生都怎么修 然后他现在成佛了 然后去总结归纳 那么成佛要修些什么 其实是这样的 菩萨道是这样来的 所以说也不知道是说给谁听 那圆绝根性也并不太多 因为他所其实不是菩萨跟圆绝 那现在讲到圆绝 圆绝原是无私而独绝 一般我们讲这个独绝 我们叫做圆绝 有时候叫圆绝有时候叫独绝 是不用秉受教法的 好 那我们先来理解圆绝跟独绝 那独绝其实就是独自觉悟 一般我们讲独绝 独自觉悟的人 就是他不是经过佛说法 他是自己觉悟的 叫做独绝 一种就是他是独住的 觉者 他自己一个人住的一个觉悟的 虽然是经过佛开示才觉悟的 但是他是习惯独绝的 像大家设就是这样 他是批之佛更性的 但是他也是声闻的 他既是声闻又是批之佛更性的 所以他又是独绝 他即使他不跟大家共处 他自己住 他是独绝的觉者 也是这样讲 现在来讲圆绝跟独绝 如果大事物里面荣树谱 就把辟之佛分成圆绝跟独绝 那什么叫圆绝 因为仙世姻缘 今世少分姻缘就得到了 这个叫比如说他过去生 然后他有处理心 然后这一生看到人去摘花 然后来供摘花 然后把树砍掉了 他就看到无常 那这样有仙世的因缘 今世少分姻缘就得到 同时这个今世成道 自觉不从他为 那么这一种 那么也是就是自己觉悟的 都是自己觉悟的 基本上都是自己觉悟 那因为仙世姻缘的 那么这个都圆绝 那么这一次就成道了 那么这个是独绝 那独绝里面 他把独绝又分成小辟之佛 小辟之佛跟大辟之佛 就辟之佛又分小跟大 小辟之佛就是 他过去是正出果 恶果三果的趋势 那后来 因为升到天上再来人间的时候 人间已经过了人几万年了 如果七次 第七次来的时候 那世间肯定没有佛 为什么 他升到色界的五不还天 如果三果 三果就不来了 恶果 恶果升到玉界或色界 那升到天上再来 天上再来有时候说几万年了 那时候可能没有佛法 在人中生的时候 那七次 升天又做人 升天又做人 第三次来的时候 可能佛法就没有了 有可能了 四十没有佛 或是佛法已经灭了 那个时候 他来 因为因缘成所 他就会解脱 所以这个时候 他正好的话 这个时候叫做小辟之佛 因为那时候没有佛 但是他是过去有佛的时代 提衡佛法的正果的趋势来的 所以这个叫小辟之佛 以成就 那大辟之佛就是他摆解座功德 然后增长智慧 有二十九项 三十项 三十一项 三十二项 但是他不是像佛一样 那么可以渡很多人 没有 这个叫做大辟之佛 那这个是大辟论的分法 那一般佛法里面的讲的是 其实就是这样 步行跟凌结因 步行就是这一群人 你看阿俊里面草场 有一座山就是很多辟之佛 这一座山很多辟之佛 但是他们不是住在一起 就好像我们有点像住毛棚的 个人住个人的 但是个人修个人的 就像这样的 这一群人住在一起 那聚合步骤 他是自己觉悟的 他彼此不是修一样的 他是他觉悟的 这个叫做步行 步行辟之佛 叫做步行毒犬 辟之佛也叫做毒犬 步行毒犬 那这个叫做临结育毒犬 一个人独处 自己修 在一个山之佛他一个人修 然后他正悟 这个叫做临结育毒犬 一般有这样的一种分别 好 那就是一般常悟就是独自觉悟的人 就是没有佛 没有佛的时代 没有佛时代而觉悟的 叫做辟之佛 那有佛的时代 他觉悟了 但是他自己住的 那个就辟之佛的统姓 大家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圆绝圆是无私而独绝的 所以这样来讲 其实释迦佛也是独绝 释迦佛是无私之物的 他并没有老师 他有教他苦寻的老师 有教他禅定的老师 他没有教他解脱的老师 他解脱是自己误来的 所以从这个产品来讲 其实佛也算是独卷 但是他为什么不叫毕之佛呢 毕之佛解脱就指自己解脱 然后就涅槃了 这个是没有地址的 那是佛是有的 度很多人的 很多生文地址的 不一样 所以无私自物 释迦佛也无私自物 所以从这个陈本来讲 他也是独卷 他是不用禀受教法的 就是没有佛跟他说 但圆绝根性的大家社 所以大家社曾经这样讲 就算我没有遇见释迦佛 我一样可以得解脱 我可以凭我的力量得解脱 不过是我遇见的释迦佛 我比较快得解脱而已 我就算没有遇见释迦佛 我一样是可以解脱的 那只有大家社敢说这种话 其他的人没办法 没有遇见佛是不能得解脱的 所以他说圆绝根性的大家社 也是独卷根性 圆绝 独卷都一样 在释迦佛出世说法时也做了佛的地址 所以他既是声闻也是独卷 总算在佛的声闻地址中 有些是圆绝根性的 后来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不喜欢跟人家住 都自己住 自己修 所以专从词佛的释迦佛法来说 主要是声闻称 现在在讲为什么 为什么佛不讲大乘法 为什么要讲解脱法 大乘法不是才究竟吗 不是才圆满吗 再说这个道理 因为你要知道当时的根性 大家都要求解脱的嘛 所以在古代 声闻就是佛地址的通称 就是闻佛因生而修行的 佛地址在家出家 基本上都可以叫声闻 都可以叫声闻 就好像现在有一些名词改变 就让我们知道 绝者不一定是佛教的 很多宗教的 他认为解脱的都叫做绝者 都叫做佛陀 只是释迦佛后来 后来佛教释迦佛的这个三门团 几乎印度十六大国 印度有佛陀之代有十六大国 有八国都奉佛 你看一半以上的国很多奉佛 那还很多人学佛 那所以变成佛教非常的兴盛 那后来佛陀就变成释迦佛专用的 就变成这样了 那声闻其实原来是在家出家 其实都是闻佛因生的 那因为只有出家有种 在家那个时候是没有种的 那现在有了 现在有佛教在家也有个团体 种就是团体 生其实就是合合的团体 生的意思是生且的简称 它是合合的团体 那佛陀当时在家没有团体 现在很多在家团体多的生 那如果照这个生且的原意来讲 只要大家合合 亲近合合 那个就可以叫生团 那但是这个后来生团就变成 慢慢变成出家种专用的 就出家的生团 那生就变成是佛的地址 出家地址 变成是这样 佛地址的通称就是生文 也就是听闻佛的生教而悟道 生文 闻生悟道 闻佛的法 听闻佛的法音而悟道的 就叫做生文 那么有这种意义 所以天台宗称之为三藏教 金律论三藏教 因为这也有菩萨 不但是小乘的 天台宗的三藏教 不但是小乘 那弦守忠称为小教 天台宗称为藏通别远 那弦守叫做小死忠顿远 不一样 那事实上 是以小圣生文法为主的 事实上他就是 因为他为什么叫做小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 以解脱道为主的 小圣的 从释迦佛的闲聊边说 虽然如此 如从十方三世 一切果的佛法来讲 修学出世法的 却有生文 圆觉菩萨的三圣教法 好 再往底下看 解脱道远离 苦乐之两边 顺色乐行者 在家修法行 顺色苦行者 出家作沙门 好 佛地址有分在家跟出家 两种 在佛的生文地址里面 也有种种的根性 是先说在家与出家 所以他这里所谓的生文 佛地址都叫做生文 文佛的音声 文佛的法音 所以生文有分在家跟出家 是这样讲 所以生文地址里面 有在家跟出家两个 那现在讲生文地址 基本上都是专指出家 那其实生文地址不只是 不只是 就是修解脱道的不只是出家 在家也可以叫生文地址 其实是这样 好 世尊的时代 印度社会的风上 正走上极端的路子 极端就是两边 苦跟热的极端 苦跟热不一定走极端 但有一些走极端 那现在来看 他说有的是热情者 就是众欲的享乐主义者 这是大多数 那么享乐主义 一般还有一种就是宪法烈盘 你现在武裕得到满足 那个就叫烈盘 也有这种的 也有这种观念的 那么这个是大多数 不过走上极端的 就是后来变成这个信力派的 崇拜信力的这一派 那我们来看 他说这是大多数 大家在物裕的追求中 争取享受为无穷的欲望所免疫 那后来我们以前早期接受的教育是这样 就是我们那个时代 就是你要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做什么 以后才能找到好工作 找到好工作做什么 才能过好生活 那什么是好生活 武裕享受的生活就是好生活 有汽车 有冷气 有房子 反正应有尽有 这种就是你人生的目标 那一辈子用功 一辈子读书 都只是为了满足这种目标 这个其实就是比较物质化 物质化的世界 可是早期受的教育都是这样 拼人命读书只是为了这个 以前那个憨善大师 他妈妈叫他去读书 他妈妈很严格 他去读书 后来他年纪很小就去读书 过河去读书 结果他抢妈妈自己回来 他妈妈很生气 把他丢到河里面 差点淹死 以后他不敢自己再跑回来 他有一天就问他妈妈 我们这么辛苦读书是为了什么 可以考试 因为那个时候有考状元 种局人 状元 你考试几个才会做官 是这样的 就科举考试 他就问他妈妈 我这么努力读书 这么拼命读书为了是什么 就可以考上科举 考试可以做官 做官最大可以做多大 做官的话最多可以做到宰相 你不能做皇帝 做皇帝就是要革命才做皇帝 可以做到宰相 那做宰相做什么 做宰相可以做什么 做宰相就可以 就像最高就可以 就是处于帮助皇帝 处于什么政事这些什么样的 那这样 这样读书好像没什么意义 最高也只能做宰相 做皇帝也不会有什么特别 这样读书 读书就为了做这个 好像要意义 这个也不是生命中主要的意义 他妈妈有学口 他妈妈就跟他讲 你读书最高尊重的宰相也不满足 那这样让你只能去做宰方圣 他就讲那宰方圣是什么 他就讲 他是一种要求解脱的人 我要做这个 我要做这个 你看人家的想法不一样 好 那现在就是 大家都是在物意的追求 这世间的普世教主就变成这样 就追求享乐 追求欲乐 所谓的幸福 就是五欲的满足 我们的幸福美满就是五欲的满足 其实不是人 所以唯无穷的欲望所如意 最极端的有庸俗的顺势外道 顺势外道就是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就是不相信 不相信有轮回 不相信有解脱 所以四种证件就对这种人讲的 有业有报 你所造的一切业 后来都会形成果报 那你就没有来世了 你要什么业报 要报在哪里 没有来世也没有什么解脱 也没有轮回 也没有这种 所以有业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就是有善业有恶业 这些业都有国报 然后有过去有未来 有三世的 有过去是有未来世的 那你如果 这个顺势外道就是唯物论 共产党就是唯物论的 那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在破坏的时候 他们也不怕的 不能就没有 就没有来世 哪有什么国报 没有 他认为没有 所以四种证件 有业有善有恶 三业二业 有业有报 这些三业二业都会有果报 有苦跟热的果报 那这些果报有时候在过去 有时候在未来 现世报有时候来世报 所以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 有的是现世报 有的是来世报 有的是后世报 那么努力修行 那么断除烦恼 就可以得到解脱 永不沦为 说有烦有胜 这四种证件 好 那么就是对这种 四世外道讲的 还有信誉崇拜的片路外道 以男女交合为大乐 看作解脱生死的妙法 好 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片路外道 片路是片路天 那先讲到印度的三大神 片路外道在佛教里面 比较少看到 他主张信誉崇拜 那这个我们必须要先讲到 因为他这个文化上 就是传说 然后跟佛教的文化 跟印度教的文化 跟原来佛罗门教的文化 就是佛罗门教的文化 然后后来又改变 稍微改变 然后又佛教 然后就是这样掺杂在一起 那后来变成密教都无善于其 意思是这样 好 那当时佛陀的时代就有了 就是这个 就是有这种信誉崇拜 那我们先讲印度的三大神 印度的三大神 我们先把这个概念 印度有三大神 匹斯努 梵天跟师佛 梵天是创造神 其实就是一般讲的 一般讲的这个深柱面 创造 梵天后来地位越来越低 原来他是最高的 后来现在已经越来越低了 那一个是匹斯努 匹斯努是破坏省 匹斯努是破坏省 匹斯努是维护省 维护省 维护省 创造维护 深柱面 这个就是深柱 然后师佛省是破坏 其实就是世界的三种现象 深柱一面 然后就是深 这边有三个省在底 师佛省 这个是破坏 深柱一面 不是深柱一面 那其实是这样 那梵天神 这个如果从这个天界来讲 梵天是在初禅 初禅天 初禅天的大梵天 第三天 比斯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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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境天 山产的片境天 山产的片境天 山产有三天 他在片境天 又叫做片露天 所以这里有所谓的片露外道 片境天或是片露天 这个是初禅天 这个是初禅的大梵天 片境天又说片露天 现在讲片露外道 那片露外道 为什么崇拜信誉呢 你跟我们在讲 那这个师佛天 师佛在大自在天 其实就是社旧禁天 这个在四禅 四禅最高的 四禅最高的第九天 四禅的社旧禁天 社旧禁天 那一般社旧禁天是五不还天 就是三国的圣者修行的 所以后来这三个神 都变成菩萨来的 这个圣地是实地的菩萨 社旧禁天 后来有些说佛要到社旧禁天 成佛 那这个又叫做大自在天 这个社旧禁 社旧禁 社旧的最高 这个都是社旧 这个都是社旧 这三个神都在社旧 但是这个是文化上的一个融合 原来不是这样子 这个变成是社旧的初禅 社旧的三禅 社旧的四禅 而且社旧的顶最高 第28天 那这三个神都有太坦 那照理来讲 社旧是没有男女的 还有劝属这种 没有 其实没有 尤其到尤其到你这个市场 根本就在店里面 根本就没有劝属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文化上的一个 原来传说 慢慢慢慢变成是这样的 不过因为我们要理解这个 所谓骗露天 我们就稍微把这个东西理解一下 那这个 这个梵天的太太 梵天的太太叫做辩才天女 她的太太叫辩才天女 辩才天 那她叫辩才天 那彼斯姆的太太叫做吉祥天女 我们有一个吉祥天女座有没有 其实 那这个 施伯神的太太叫做雪山神女 雪山神女 其实就是 恩母 雪山神女 那这 这是三个人的太太 那其实社界基本上是没有这种的 所以说文化上 她基本上后来变成 传说传说后来变成 佛法就把她摄入到 所谓的菩萨里面了 后来的大圣佛法 好 那现在要讲这个信誉崇拜 主要是这个骗露天 主要是在这里骗露天 骗露天有所谓的女神崇拜 跟她的太太有关系 其实就是跟她的太太有关系 女神崇拜 匹斯努的太太是吉祥天女 那么吉祥天女有所谓的女性欲崇拜 后来转化 就是从匹斯努 匹斯努这一派 她这一派 这一个教派 原来印度教的这一个教派 匹斯努的这个教派 这个教派 那么分出 这个教派有分出一个信誉崇拜的 就女神崇拜的 叫做信地派 她的妻子就是这个叫做乌某 乌某又叫做师婆省的这个妻 不是 从师婆 从师婆 不是从吉祥天女 从师婆 从师婆省的妻子里面 师婆省大致在天女 她的师婆省的太太是乌某 是乌某 雪山神女乌某 不是从吉祥天女 我们这个师婆省的太太 雪山神女 那么这个 她的太太也叫做乌某 这个用好东西会乱掉 这个乌某从这一派 从这一派分出信誉派 那个信誉派强调的就是 男女合合的大乐 以这一种的 那她有所谓的女神崇拜 那师婆本身也有男性生质器的崇拜 叫做徒嘎 她本身也有 叫做林嘎 她有本身也有男性生质器的崇拜 她太太有这个所谓的 从这一派分出所谓的信誉派 但是这里她讲 骗今天这个骗路外道 但是这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匹斯努的 那也有 她也有女神崇拜 她也有女神崇拜 但是如果以导师的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来讲 她是以师婆省的 这个女神崇拜为主的 以这个师婆省的这个信誉派分出来的 看起来跟匹斯什么师婆都有关系的 不过主要是师婆这一派分出的 那么有一个就是 有点像道家后来有所谓的房中树 有这一派 那这一派当时在印度 当时在印度后来慢慢流行 到了佛法后来 这是佛灭后大概可能四五世纪 佛灭后五百年 大概可能是很初 那慢慢慢慢这一带也有一些流行 到了七世纪 六世纪 七世纪就非常流行 那佛陀时代就有了 佛陀时代就有 所以他这里讲到 有信誉崇拜的片路外道 那么以男女交合为大乐 就是认为 现在密教里面无上于潜就讲这个 那其实那个是外道来的 那个不是佛法来的 因为佛法基本上就是理欲清清 那么看作是解脱生死的妙法 甚至密教的经典里面还讲 那个佛怎么样修都不能解脱 后来修男女双修才得解脱的 才成果的 后来都胡说八道了 相反的是苦行者 那么这个是热 这个是极热派的 就是修热的 这是偏了 那另外一个是修苦行 就是禁欲的克己主义 这如各沙门团 那苦行有一些沙门团都是修苦行的 当时的出家外道最极端的就是奇纳教 就苦行为了 释迦牟尼古也修过了 但是他修的苦行是一马一脉 那苦行有很多种 苦行有很多种 那有的不穿衣服 有的冷天握在冰上 夏天晒在太阳底下 有的睡在清几上 吃的有的不吃熟食 专吃野菜水果 有的只喝水 有的只练气 福气就是练气的 那强贼自己的身心 被看作是神圣的修行 世尊初转法人 首先揭示了不苦不乐的中道行 认为极端的热行与苦行 都不能指自己的身心正常 不能引导到解脱的禁定 所以佛的真解脱道 是远离那苦行与热行两边 而保持忠道的以智化情的生活 智就是智慧 转化自己的烦恼 以智慧转化自己的烦恼 那烦恼来自於情欲 就是克制自己 而不可傷害自己 受用维持生存必需的享受 而不可放纵 唯有这样才能引上解脱的正道 那 当时因为佛最初也修苦行 那修苦行 吴比丘是为了保护他的 所以后来也跟着他修苦行 修了六年之后 佛陀要放弃苦行的时候 吴比丘不放弃苦行 他认为这个就是解脱的方法 你为什么 你本来出家都要求解脱的 现在你要放弃苦行 就是你要放弃解脱 其实放弃苦行正是为了得解脱 但是吴比丘认为你放弃苦行 就是不求解脱 所以后来就不忽持他 那你既然不求解脱 那你自己去吧 我们自己求解脱 就佛陀是这样 所以他本来是 他不是要出家的 他是尽管我们派去保护西达多的 那为了保护他 只要跟在他旁边 他怎么修你就怎么修 后来释迦佛放弃苦行 他们还坚持苦行 就吴比丘 后来佛陀要去杜瓦他 他们五个人先商量 听说那个西达多要来 王子要来 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要理他 因为他们会气是因为有道理的 他们本来享受王公的生活 那你好不好 这个生活过得那么好 你不享受 那你跑去出家 那你跑去出家 你去出家就算了 狗王要我们来保护你 那变成 我就要舍弃我原来的幸福 那要来跟你过苦行的日子 现在你却说你不苦行啊 那他们要回去可以吗 他们当然回不去啊 那他怎么可以回去跟国王说 那个我们不保护他了 他不修行了 那他怎么能回去交代呢 所以就变成他们会气他 就是有道理的嘛 那你要修行 我们就护持你修行嘛 那你现在又不修行啊 其实他不是不修行 他正是为了要修行 才放弃苦行的 可是他们不懂啊 所以释迦佛第一个去 就跟他们讲忠道 就是老师讲的 第一个去就跟他们讲 不苦不乐的忠道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这样讲 他说有两种障 有两种障碍 就是两种障碍解脱的 就是有两种不能得解脱的障碍 那两种呢 第一个心灼欲尽 执着这个五欲 就是苦跟热 心灼欲尽 为吴比丘讲的 心灼欲尽而不能理 不能舍离 是非解脱之欲 这种是不能解脱的 解脱的障碍 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 心灼欲尽而不能理 第二个 不正思维 就是你没有好好去想 没有正确的去理解 真正的解脱 是要怎么样才能得解脱 那大家都这样讲 你就这样讲 大家都说这样可以解脱 你就这样可以解脱 大家都说 尺寿可以消灾 你就可以念尾声消灾了 大家都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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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可以升天 你就跟着祈祷 根据心灼学教的研究 百分之七十的人 有盲从的心灼 就是 就是大家都这样做 他即使觉得有一点点华语 但是也会跟着做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大家都这样做 可是你也觉得这样好像没道理 但是大家都这么做 他就跟着做 与其有道理 就变成会这样 所以 这种就是从众而生意 不正思维 自苦其身而求处理 自苦其身而求处理 就是不正思维 因为这里讲的苦行跟乐 自苦其身而求处理 那这个是心走欲均而不求处理 没有处理心 这个是有处理心 但是方法说 这种有处理心 有处理心 永无解脱 永无解脱 这个也是非解脱也是永无解脱 不可能解脱 也不可能因此而得解脱 所以祈禱 升天不是来自于你对天神的祈祷 祭祀福报不是来自于你对天神的供养 祭祀不是因为祭祀而得福 不是因为祈祷而升天 不是因为持咒而灭罪 不是这样子的 当时的人都这样 所以要跟他讲清楚 那解脱不是因为苦邪 永无解脱 他说离此两边乃为忠道 离此两边乃为忠道 这是佛陀最初跟乌比丘讲的忠道法 所以最初的忠道 其实就是离苦乐两边的忠道 后来才讲离常跟断的忠道 不是常见不是断见 那这样才能得解脱吗 无我乃为忠道 忠就是正确的意思 忠就是忠正如实 忠正如实 就是正确 不偏不与正确如实的道理 忠道 精勤修行 人至内盘 你如果这样的修 就是离开这两种 离开这两种错误 然后精勤修行 精进 努力的修行 修行 能至灭牌 这是佛陀为乌比丘讲的 最初讲的忠道就讲这个 然后后来才跟他讲 无我 非场非断 那么这样才开始 他们就正阿罗汉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这这里讲的 老师这里讲的就是讲这个 初长法人 首先皆是不苦不乐的忠道协 佛以忠道行为正乎 而当时的根基 是有偏苦偏热倾向 不是偏苦就偏热 大家都这样 适应这不同的根性 而引导他 所以身文地址 就有在家跟出家 所以你要偏热 就跟你讲 生天享乐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 你要偏苦 就跟你讲 出家解脱的方法 所以在家与出家 只要是生活方式的不同 当时佛为大众说法 有的听了法 莫的误了真谛 就志愿归一三宝 做佛的在家弟子 有的听了法 莫误了真谛 就志愿随否出家 很多都是正道之后 才归一才出家的 很多都是这样 做佛的出家弟子 在信仰修行正路上 在家与出家是没有差别 其实生活方式不太一样 出家也是可以正果 在家也是可以正果 那为什么有的志愿出家 有的志愿在家呢 这个就是由于性情及生活 好上的不同 就是喜好不一样 习惯不一样 那么所以佛为了随顺色受热行者 有在家弟子 他们照样的有家庭 有的是从政 从军 赐农工商 过着在家的生活 像品博说的网 莫利夫人 七达多长者 十多长者 黎师达多大将将军这些 都是过着在家生活 但修学佛的正法行 三规五戒定会 只要有出离心 虽过着丰益的生活 不爱修行 一样了脱生死 在家也可以解脱 是可以解脱 佛陀事实在很多都是在家得解脱的 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的麻烦就是 我们受到了末法思想的影响 然后再加上禁毒思想 现在的人都不求解脱了 第一个认为不可能得解脱 现在这个时代不可能得解脱 第二个就算可以解脱 也不会是我解脱 就变成这样的概念 所以就变成有一种 有一种慢叫做卑劣慢 我业障重 我烦恼重 那么没有智慧 业障又重 烦恼又重 然后又没有智慧 所以怎么修行也不可能得解脱 唯一就是念佛往生 只能这样了 其他没办法了 佛法知道那么多也没有用 也解脱不了 就会变成这样 那这种观念会影响我们 让我们第一个没有出离心 没有像解脱的心 那你没有像解脱的心 你就即使知道你也不会去修解脱法 为什么 修了也没用啊 修了也没用啊 可是修了会没用啊 一定有用 因为你认为修了没用 所以你就不会去修 不会去想 不会去如理思维 不会去如实正欢 所以你就更不可能解脱了 那你就烦恼又更重了 那你就会觉得 大家都不能解脱啊 即使谁跟你讲不能解脱的 只要谁有八正道 谁就可以得解脱 只要谁有如理思维 谁就有智慧 谁只要有出离心 那么如实正欢 谁就能向解脱 是可以的 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他为了随顺 这一些苦行者的更新 其实有出家弟子都是从出家外道转化而来 就是他本来是外道 后来才进入佛教的多数 如吴比丘摩浩加社 那吴比丘其实他本来也不是外道 他其实跟释迦佛都是 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就没有佛教 所有的人都是外道 佛陀还没成佛以前 哪有佛 哪有正道 没有正道 所有的人修都不是外道 所以吴比丘本来也不是外道 但是有佛之后 有佛之后才有分佛道跟外道 佛之外的修行方法 不正确的修行方法 我们叫他外道 那还没有佛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正道 哪来的外道 所以可以讲大家都外道 那佛成佛之后开始有分佛之外的 那么不正确的这些叫外道 那所以这个时候佛已经成佛了 那吴比丘还不知道 后来知道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修 但是他原来不是外道 他原来就在家的跟着佛的 那加社原来是外道 那三家社也是 舍欲勃募见人也是 他跟着三若宇的 他也是六四外道里面的一部分 他们惯喜于出家 他本来就出家 过着严肃的生活 少益之足 不须钱财 不须淫欲 这才志愿做出家的沙门 就是从外道的沙门 转到做佛教的沙门 只是这样而已 沙门是范里勤喜的意思 就是说佛的出家例子有两个 一个就是从在家转到出家来的 一个就是从原来就出家 转到佛教就出家 其实是这样 那沙门就是勤喜 勤修界定或喜悦叹真诗 就是勤喜 是各种出家者的通称 但这是大概的分裂 如动机不存或被动的出家者 就有乐型跟性的 像滥头 或是有一些比丘虽然出家了 但是他还是习惯享乐 如佛回到故乡 释迦族的年轻子弟大批来出家 像阿难精神上就与大家社不一样 阿难比较人间性 比较慈悲 大家社比较苦行 严格 同样的在家地子中 也有过着严肃生活的 总之顺乐型的在家也好 顺苦型的出家也好 只要有出离心 过着不过分重运 不过分苦行的中道生活 都是佛的身闻地址 都可以解脱 在家也可以解脱 但是解脱一定要思维 无欲无我 一定要有出离 第一个一定要有出离心 第二个一定要思维 因为你之所以生死是因为你有我见我爱 所以一定要克制 克制 不必要完全断除 但是要克制自己的无欲 然后一定要思维 重点要思维 因为你情欲重就变成战道 但是也不用都一定说完全断除 出国二国三国都有的 但是你一定要克制 因为它确实是战道法 你必须要有出离心 而且要修解脱法 解脱法一定是跟断身见有关系 身见就是我见 所以你一定要如死正观 无欲无产无我 如果你没有观这个 你是不可能得解脱的 没有出离心 你是不可能去观这些的 其实重点就在这里 在家也可以要记得 那么所以义法修行 都有正的身闻道果 解脱生死的可能 所以你不要认为在家就不能解脱 是可以的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合相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接共成佛道 接共成佛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